因為有個官媒就說批評 這個騰訊和網易這些網友是精神鴉片 是的 是的 突然間就是有個這樣的文章出來了 這樣就大跌 那網易你覺得如果持貨的投資者 現在可以怎樣做呢 我會反過來你持貨的心態是甚麼 就是你經歷過上個星期這樣洗了之後 又彈了放了一個圖心門 你也不走 是 你是不是很相信內地的政策 對你而言完全沒有影響 或者就是純粹還沒有彈上我的買入價 所以就不走了 那就會輸多一點 那步你就是很簡單 那步你就是很簡單 所以會輸 所以我們說股票市場是難玩的 是 但是難得一放錢進去就一定輸錢 不是 最主要就是看你 這些政策的風險不是上個星期才出 一早就浮現了在這裏 是 股票市場就是這樣 當登正對演的時候 就突然間刹得很深 最初害怕的時候就會反覆偏遠 或者很多東西都反映了 其實上個星期為什麼網易和騰訊跌下來 就是說很擔心手遊行業 會有一個影響來 之前都傳說要升級微信帳號 不可以讓年輕人課金 總之令課金難了 不知道的 現在的政策還沒有出來 大問題就看到第一步就是 有些明確的因素是這樣的 所以我們剛剛說的 政策上就是說 有些有機會有影響 之前說物館 醫藥那些 向來都說有些新政策出來 他就繼續更新 有些打壓狀況 你今天不走 是不是要等到再有進一步 新的理淡消息 他真的說不給人課金 到時候又多一陣才想走 所以你現在 死心那些就是 你有一個長線投資心態就是 只要13億人口 都還是打機的 你可以繼續長線投資 但短線的過程就會很辛苦 可能分分鐘落到100元的位置 或者去到100元的位置 你才發現到 原來實際上行業有很大根本性改變 是可以打機的 代言原來這些公司沒有錢賺 都受股票向下收益 就是有些這樣的問題 所以短線來說 我們這些股份都建議 走位住 上個星期三 就算網易 落到最低133元 130元穿那些 我都會叫那些位置走 一個問題就是 哪裏跌低不代表哪裏起身 買之前那些新行型股份 靠那些去報仇 如果你說上個星期三 走了 星期四開始 市況起床好一點 進入了一些新能源 航運股份 追兩成了 有些可以做到 所以我們覺得 如果你還拿著網易的話 我們覺得都是走位 真的不捨得走的 最後指示位便是130元 甚至這些位置走 我覺得都沒問題 好啊 我發現 感谢观看